生于5月21日到6月21日的双子座,一直以来就是个谜,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,但是适应能力非常强,他们在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,聪明机智,能言善变,反应迅速,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能展示自己的独特才能。 双子座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他们非常看重新兴感,善于把握新潮流和新行动,于是能够妥善应对,沉着冷静,但是又比较理智,很少动真感情,所以爱情上很难一帆风吹。 好莱坞,著名的新工厂,产出了很多赫赫有名的国际明星,下面跟着小编来看一下双子座的国际明星吧,纳塔利波特曼这位著名的好莱坞女星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。 出生于1981年6月9日,毕业于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学心理学系,会说六种语言,属于有言有他又拼命的女星,13岁就出演了这个杀手不太了,也算是年少成名,随后又先后出演了几部科幻电影。 但是忙碌的演艺事业,并没有耽误她的课业。 相反,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成功考上了世界别流学服,作为双子座女星,她的双子座特征也很明显,果敢大达,经常有着突发奇想的点子,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,追求事业上的成功。 作为犹太人,她又有着犹太人聪明不怕吃苦的特性,一直尝试在事业上突破自己,最终凭借电影《黑天鹅》一直战得第八十三件奥斯卡金像甲最佳女主角,演员事业的,成功没有阻挡她探索的脚步。 她又尝试着当导演,做编剧和制片人,如此有才华的纳塔利·波特曼相信未来,也会不断突破自己,带来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。 约翰·尼德普这位同样在六月九日过生日的大牌明星,也是好莱坞数一数二的重量阶纳明星,同样在事业上很成功,剪刀手爱德华成为很多80后,90后童年的记忆。 加勒比海盗更是奠定了这位杰克传长在好莱坞的地位,虽然三次都与奥斯卡最佳男主师之交臂,但是她的演技是无庸置疑的,金球奖、凯撒奖也都极大的肯定了她的影音水平。 约翰·尼德普眼神深邃,特立独行,同时又有着儒雅的风度,另一众粉丝清晰,都说少子做男人很花心。 约翰·尼德普似乎是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,先后结过两次婚,并且还与法国歌手兼演员凡妮莎·帕拉迪斯为婚生与一子一女。 但是这次毫不解她的魅力,其实,作为双子座,是很难有着一段完美爱情的,因为很多时候她们的双重人格是矛盾的,一方面追求自由,一方面追求稳定。 这一点在德普身上体现得很好,她渴望自由,也渴望通过婚姻来安定。 也许这就是双子座的魅力,不同的人生经历,独特的求知欲,不断地寻求事业的新突破,造就了德普演艺事业上的成功。 她也可能一直在使你,追求那个真正能够理解她,尊重她并且给予她爱与自由的爱人吧。 其实双子座可以很专情,只因为碰到对的人,克里斯·埃恩斯这位和波特曼童年,生于6.13号的双子座男星,以美国队长一脚深入人心,在好莱坞也是越发顺风顺水。 看过美国队长,神奇四象以及复仇者联盟,德尼尼们对她肯定印象很深了,凭借着荷尔蒙爆棚的男友力,坚毅的眼神,勇敢坚定的性格,帅气的外形,已经在中国全本一大波了。 我们喜欢她在荧幕上的美对形象,果敢无畏,一拯救世界为己见,责任感爆棚。 但是思想以艾恩斯似乎并不喜欢观众对她的刻板印象,她时刻都想着突破自己,她大胆尝试拍自己喜欢的文艺爱情片,物件邂逅,并想有成就,她在事业颠崩时期选择离开漫威,去寻求事业的下一个大胆尝试,作为双子座的她,有着自己独特的才能。 对于电影,戏剧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悟,她想要一起才华,不断完成事业的挑战。 双子座的人是很聪明的,很有艺术气息,纳塔利·波特曼,约翰尼德普,克里斯·埃文斯等等,他们身上有着典型的双子座特征。 他们不莫守成规,喜欢新鲜事物,充满求之欲,好奇今使他们在前进的路上翻越里坐坐高山,一面感性一面理性的他们,看起来似乎很矛盾,但是他们却融合得很好,感性给他们灵感。 理性使他们沉着冷静,面对困难,彼此相连,互相成就,希望双子座的你也可以发挥。 你的聪明才智不断前进,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人生。